五家華人一 他們主要是把那套東西 圍繫回他們當地的馬拉人 所以我相信 因為這件事 就令到今時今日 都保持著這件形式在那裏 去到他們打鬥的方式 其實有很多不同的 剛才說過有老虎 有不同的動物去演繹了出來 其實在印尼現在 已經是超過有100家學校 還有200種的風格 據師傅所說 全部都是一開始是他們自己創立出來 創立的原因是因應他們的氣候變化 地理環境 剛才說過淋地或者平地 那樣東西去創立了自己現在 當然我們自己練的時候 都是所謂的馬拉武術 所以就是以前的祖先 其實武術是由人創出來的 正常的這件事 所以去到以前 即是我們追破以前的話 就得到有這些結論 OK 接著 其實他們 這個文化 在斯利馬拉武術的文化其實是非常之好 因為我過去他們那邊做研究一下 他們原來是透過這個武術去結交朋友 他們認識朋友 即是不同我們可能有些五門派 即是有些武術會 可能會說 大家先給一下高低 其實在他們的世界來說 其實他們這件事就是一個文化 他們就是透過這個文化去認識不到朋友 以前祖先流傳了下來 因為他們剛才說過這麼多個風格 他們已經開始自民時期已經過了 的時候就把他們出來 大家可能會說 我看到這個 原來你又是玩馬拉武術的話 他們就出來大家在那裡聊 原來就會分享大家以前 就是祖先流傳下來的斯利 所以你看到很多人 免疫出來的馬拉武術 很多都是不同的 因為所以就有大家自己不同的特色 去到我們現在後人的話 其實我們都是透過這個途徑 我都是主要去到別的朋友的國家 他們去分享這個馬拉武術 講一講Weapons 其實馬拉武術有很多很特別的武器 其實每一樣武術都會有自己很特色的武器 可以叫很特色的武器 第一個我們就會講Starround Stamping 這件事就是他們當地的非天的一個reference 和一個文化上的東西 你見到 不知道有沒有人認識這位師傅 伊勒山道 是李小龍的第一個得傳的武帝 他都是報名語統 伊勒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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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都是 因為他跟過師傅都是學斯利 所以你看到他斯利的話 他都是掛著那個身 那裏去用這一條帶 我們很簡單 課回我們現代的大理念 其實好像變成了一條頸巾 或者原諒一條毛巾 其實是一個可以課我們來說 是一個可能比較有效的一個智慧的工具 另外一件事就是 你見到文化的話 你見到他們穿著那裏 他有不同的著法入代表 他們當地不同的文化 可能結婚的話 會有雙花在裏 沒有結婚的話 就會這樣做 某些著法 穿法等等 我們其實 這一條我們叫Sarround 中文名叫Salo 其實是怎樣融化的呢 請我學生上來 可以有一點時間給大家看